錄製聚集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其實都清除 然後這邊塞 這個把它切過來 但是你會發現 其實有一個地方好像不太完美 哪個地方 按下去之後 它好像有一些殘影有沒有 有沒有發現 它好像因為 這個剛剛的東西按下去 它會有一個殘影出現 那當然這個殘影並不影響操作 可是你看了就覺得不舒服 所以就有同學說 老師這個殘影怎麼解決 這殘影 我說會影響嗎 沒影響 沒影響只是不好看而已 所以不好看 不管它也沒關係 可是如果要管它的話 好 真的要怎麼做 當然其實非常簡單 以後如果你思考說 要修改一個程式的話 你要思考它的原理原則 還有邏輯 也就是說你要思考說 到底管畫面的那個 更新是誰在管的 就是最大的 就是Essale本身 Essale本身有一個物件 如果你要控制Essale的話 那你要記得 Essale的物件名稱叫Application 所以你可能要記一下這個物件名稱 它管的還蠻多的 其中有一個就是 你畫面要不要更新這件事情 就是Essale管的 可是Essale它怎麼管 它會透過屬性 所以你點下去的話 它會有一堆屬性 那你會看到一隻手拿的一個資料 就是屬性 就是設定值 所謂的設定值就是說 其中有一個叫畫面更新 要不要去處理畫面更新這件事情 那其實邏輯上 畫面更新的英文叫什麼 畫面更新嗎 畫面應該叫什麼 Screen 其實開頭Screen 對了 但是它不一定叫你想的什麼Flash 它其實換了一個名字 它不叫 可能美國人的習慣用語 它叫Updating Updating比較口語 對 所以你會發現很多東西 美國人的習慣用語都非常簡單 一聽 比如說你不要講髒話 美國要怎麼講 不要講髒話 我們直覺如果要翻真的很難翻 可是我看那個電影裡面 它叫Bad War Bad Bad War就是髒話 它翻譯成叫講髒話 OK 所以其實我們可能想的太複雜了 其實美國人的思考真的蠻簡單的 OK 所以叫Screen Updating OK 然後所以呢 你把它 後面加個參數 因為畫面更新只有要跟不要 所以後面給它參數 什麼參數 而且它還蠻方便的 你會發現 VBA的設計 這蠻貼心的 點下去有給你 所以你不要背 你只要記得開頭那個字 後面要傳什麼東西 你只要等於 關掉就可以了 關掉就FORCE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事情就解決了 畫面不要幫我更新 好 你跟以前有講了 以前有聽懂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測試看看 所以只要加這一行 加在哪裡 加在程式的第一行 OK 看一下結果不OK呢 只有加這樣的 有沒有影響 試一下好了 OK 按一下 有沒有發現 剛剛的畫面更新 不要更新的 事情就得到解決了 OK 而且我試過 如果你畫面不要更新的話 跑的效率也會更好 尤其是你跑的資料量越大 跑的速度好像有的時候 甚至只要大概一半的時間就跑完 為什麼 因為他就不要花力氣去重新畫畫畫面 因為畫畫面的話 如果利用CPU來畫 那滿浪費資源的 OK 那當然你如果電腦有GPU的話 可能會用GPU去畫 但是還是會浪費資源 所以如果不要畫 那個都省下來 你去做其他的事情 那這樣執行效率當然更好 OK 所以剛剛只有加什麼 Screen Updating 有沒有 等於False 這樣子就OK了 那當然今天最後 我當然會希望說 如果你們可以的話 如果你覺得這樣已經很難的話 那你就到這邊打住 可是如果你希望 以後可以自己寫程式的話 那跟各位講 可以把它精簡 那我有把那個精簡的程式 放在雲端上 你們可以參考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 這個地方 應該是第幾頁 在這裡 這一段 黑名單篩選後面加VBA 就是在第三頁的地方 那我是把它改成用 我不是用錄製的 我是自己寫的 那至於怎麼寫 因為時間的關係 這個也是 你們大概直接把它複製貼過來就好 自己再會看一下 到底有哪些地方需要做一個了解的 這個是自己寫的 剛剛是用錄的 如果是自己寫的話 那我其實呢 我把它先貼到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這自己寫的 那一樣我把它先清掉 我把它RUN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結果一不一樣 結果一樣 不過好像開頭的地方 上面這個是沒有把它拿過來的 所以如果你要COPY的話 其實這邊可以改成X-min 應該從A1開始就把它複製 因為我這邊是A2 A2的話就變成說 這邊的 這個範圍 從這邊 上面沒有CALL過來 所以我把它改動一下 這邊本來A2 我把它改成A1 這個A1好了 OK 所以這邊再質疑一下 一樣把它這個清掉 然後把它RUN一下 這樣結果 有了 有沒有 所以假如 如果你不想要自己去錄製這個劇集 你想要自己寫的話 不過前提是你功力要夠好 不然的話 哇 你要寫真的不太容易 怎麼寫 首先第一個 可能要注意幾件事情 因為它必須是跨工作表的 所以我們今天 我希望 可以把那個公式丟到哪裡 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那這個儲存格的話呢 其實指的是B2嘛 那你程式下怎麼寫 你可以用Range 你也可以用Sale 只是說呢 因為我要把 等一下 我換另外一個 我看一下 應該還有另外一個寫法 這邊有個寫法 這個是 這個是 我用這一段好了 這一段比較OK 這個好像是之前寫的 把它砍落C好了 完整程式碼下面這一段 這一段可能比較精簡一點 然後呢 我把這一段直接拿來用 OK 那基本上是這樣 我換個方式寫 這個好像會比較好理解 首先因為你的 游標會從這邊開始 所以我第一行的敘述是什麼 我把這個游標 先幫我切到哪裡 切到這個工作表 所以第一個動作如果做的話 他會先幫我怎麼樣 先把這個程式切到哪個工作表 切到這個工作表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我今天跑這一行 他會先切過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那我把公式 這個公式應該大家看得懂吧 其實這個公式怎麼來的 這個公式是直接從這邊複製過來的 有沒有 這邊複製過來的 把它複製過來 複製到這邊 那這個地方指的是哪個 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 所以我用Range B2 裡面丟這個公式 然後在Range B2 後面加一個AutoFill AutoFill指的是向下填滿 所以幫我在向下填滿 有沒有 所以把它填滿到哪裡 B2到B1000 就是 那再來的話 如果我要篩選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這前面的話 其實就是做輸入公式 那篩選的話更簡單 游標放B1 所以游標放B1之後 你只要點下去之後 給它一個名稱叫AutoFill 它叫AutoFilter AutoFilter的話 後面只要給兩個參數 一個叫哪一欄 這個第二欄 所以輸入2 這個 逗點 什麼條件 幫我找出1的資料出來 有沒有 這樣他就看懂了 就是AutoFilter的話 其實就篩選 如果你要自己寫的話 其實只要一行程式就OK了 那最後的話 如果要把資料複製過去的話 也很簡單 只要跟它講說Range A1 有沒有 到A100 有沒有 跟它A1000 指的是這個範圍 那你說老師底下不是有些隱藏 對 它後面加一個點Copy之後的話 它就會幫你Call到這邊來 OK 那Call的時候 你會發現 因為它跨工作表 所以你會發現 我這邊多了一個什麼 它是在哪一個工作表裡面的A1 可是你說老師 那這邊前面不是很大一個範圍嗎 那你為什麼只有指向一個A1呢 對 因為如果你Copy後面Destination 只要跟它講哪一個儲存格的開始就可以了 OK 那最後的話就把畫面再切回來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我再Run一下 所以1切到這邊 2的話把公司輸入 目前已經有了 所以它沒有反應 13的話就是把它向下填滿 因為已經向下填滿了 所以這個也不會變 在Auto Filter篩選 篩選的話就留下1的 不過目前已經OK了 然後再把結果Call過來 然後再把它切回來 得到的結果就OK了 所以 因為這一段程式 我是覺得比較有點難度 所以這一段程式 也許你們可以直接從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三頁 直接Call過來算了 直接把這一段Call到我們的VBA下面這邊就OK了 最後你只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把這個按鈕改成執行它 所以按滑鼠右鍵指定聚期指向它 這個是我剛剛貼的那個Sup 那把名稱改一下 直接把這個再改成就是 我們的黑名單篩選VBA 最後就是清除 這個固定的 然後這個是錄製的 而且不會有殘影 這邊再清除 這個是用剛剛我們寫的 不過你說老師為什麼這個也會殘影 因為我剛剛這個沒有寫這個 application.square trading 所以如果假設你自己寫的也希望不要有殘影 很簡單 把剛剛那一行補上不就OK了 它也不會有殘影了 OK 所以再試一下 清除 不會有殘影了 OK 大概是這樣 所以今天的作業基本上就是把 這個黑名單篩選的這三個按鈕做出來 然後並且可以讓它walk 這樣就完成了 那當然順便也思考一下 就是期末的報告 我是希望你們多增加一些 錄製聚期 還有VBA這些東西 那當然你量力而為 如果可以的話你多加 多一些分數 加一些分數 但是如果不OK的話 甚至你可以透過chargeGPT 去幫你產生程式試試看 OK 那剩下的時間的話 給各位把這個練習完成 把這個練習完成 對 還好